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大好消息 我之前一直在寻找一款能够免费将文字直接转成真人语音朗读的一个软件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将一篇文章直接转成真人朗读的语音了 而且呢效果一定要逼真 要感觉像是真人在讲一样 但是呢这样的软件一般都是收费的 而且呢效果也不是很好 不过呢最近我在GitHub开源网站上面找到了一款完全免费开源的AI人工智能文字转语音的一个软件 可以直接在自己的本地电脑上面使用 用它来将文字转成语音的效果已经很难分辨是机器朗读的了 而且呢它支持中英文朗读都可以的 可以将很长的文章转成语音 而且呢安装也非常的简单 可以说接下来人人都可以免费用AI将文字转成语音了 OK 那马上到我的电脑上去看一下吧 Let's go OK 欢迎来到我的电脑 我现在打开的是GitHub的那个官方网站 可以看到这边的话是建昌512是由这个大神开发的一个开源 免费的一个用AI将那个文字转成那个语音朗读的一个开源那个项目 可以看到这边有个介绍一个简单的在本地网页界面直接使用Chat TTS 这个人工智能将文字合成为语音 非常的好用 而且完全开源免费的 我们看到这个大神最近有更新的最新的版本是0.894天以前更新的 所以说更新还是非常的频繁的 然后我们往下看一下下面的话 你看到这边有一些介绍 用TTS将那个文字合成为语音 而且呢支持中英文数字混杂并提供API的一个接口 非常的好用 我们可以往下再看一下 我们试听一下它的效果 这边有一个demo有一个效果 我们听一下它一个将文字转成语音的一个效果 我们听一下 这边播放一下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摆在我的面前 但是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 陈世间最痛苦的是莫过于此 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 我会对这 可以跟我说这个语音的话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就像是真人在一个真人在朗读一样 非常的逼真 然后我们看一下 听一下第二段这边应该是女生 我们听一下 可以听到它竟然还会笑 模拟的非常的一个逼真 可以说是真的是一家论真了 OK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样去用它呢 我可以给大家先演示一下 而且这个它这个大神的这个版本的话是没有 是无需安装的 是一个绿色版 也就是说是个压缩包 你你下载下来以后 可以直接在你的电脑上解压缩以后 直接可以双击运行进行一个使用 我们看一下它的使用效果 当你打开了这个软件以后 后续我会给大家一步步的演示怎么样去安装这个软件 OK 下载安装这个软件和使用这个软件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使用效果 我这边已经打开了这个 AI转语音的这样一个软件 打开以后它会自动的打开这样一个页面 然后在这个页面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页面非常的简洁 然后呢 这一个框的话是让你输入文本的 比如我这边的话去其他网站上面找一段文字 比如这边我复制一下这段这边新闻或者文章啊 或者说是网页任何的网页的文字都可以 然后你要把它用它来将它把这个网页的文字转成那个语音的朗读 那我这边的话就复制一下 复制好了以后 然后呢 我们回到这个网站 回到这个页面 然后呢把它粘贴进去 粘贴进去有这段文字 它就可以直接帮你朗读了 当然你也可以粘贴的文字进行长一点 比如你粘贴那个200个字300个字 其实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 如果非常非常长的话 主要这个要考核你的电脑的显卡了 如果说你的电脑的显卡的显存比较大 那就没问题 可以粘贴很长的那个文章 如果写显存比较少的话 你可以看 你可以自己测试一下 有多长的多长的文字能够支持 我们可以往下看一下 其实有说明的 我们再往下你看到 英伟达的NVIDIA 英伟达的显卡 什么4G的显存什么之类的 这些只要你的显卡够好 那你这边的文文字的长度的话 就可以非常非常长 因为我现在这边主要给大家做演示 所以说呢 我这边文字就稍微短一点 然后这个输入这个文字输入进去以后呢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他边有一些预设的一些音色看到吧 这有男的男的声音有女的声音 我一般喜欢比较喜欢这个女333 这个预制的一个声音点击这边 那他就会帮你生成这个预制的这个声音 来音色来帮你朗读我们这边的话 比如点一下这边立即合成声音 其实其实其他的选项 一般是用不着改改变的 用不着去动它的 然后呢 真正要动的一个只是这里选择音色 或者说你自己自定一个音色 你看到填写后将忽略左侧音色选择 以该填写值获取音色 例如2000或者8000 比如这边的话 你可以输入一个2323 就这个这里的话就像摸奖一样的 摸奖一样的 你就中奖一样的 你可以在里面随机的选一个音色 然后呢 以后的话 你就固定用这个音色 如果说你就这个音色你比较喜欢 那你就固定用这个2323 但他他就会用这个2423 做一个固定的一个音色 就是永远是这个人的声音 发出来的声音朗读的一个风格 这是一个这里自定义的音色的 这样一个选项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好用的一个功能 其他的我觉得一般是用不到 不需要去修改的 那我这边的话 先选择这个女333这个音色 让他朗读一下 那我点击这边的立即合成 立即合成以后呢 他会调用你的显卡 因为我的电脑是装了显卡的 我先调出了显卡 我现在调出了我的显卡 可以看到这边他会调用我的一个显卡 看到GPU的利用率是41% 也就是说如果说 你装了英伟达NVIDIA的显卡的话 就会调用你的显卡 这样的话速度就会很快 如果说你没有装NVIDIA 英伟达的显卡的话 那你的话就是直接调用你的CPU 来进行个计算 那相对来说这个速度就比较慢了 效率就比较低了 因为我装了两块英伟达的显卡 你看他实际上是利用了一块 另外一个显卡并没有在使用 他是闲置的 也就是他只用了我的一块显卡 因为我是双显卡交火的 这个电脑上 我的电脑上我是插了两张显卡的 所以说他这个软件的话 他只能调用一个显卡进行一个工作 OK他现在他现在运行好了 那我这边的话点击这边的播放 我们听一下 推动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战略支撑和科研公关的持续推进 近些年来5G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与交通运输行业 不断碰胀出新的火花 在基础设施交通装备运输服务等方面不断突破 为建设交通强国助 OK我先暂停一下 所以他阅读的非常的流畅 就像真人阅读一样的 非常的完美 我觉得这个东西 而且是完全免费的 你可以放很长的文章 如果你的显卡够强大够强劲的话 你可以放很长的文章 在这边让他生成那个真人语音 那我们再试一下这边的用英文 比如我这边的话 有英文的一小段文章 那他生成英文 他英文的朗读也是非常非常标准的 而且是标准的那个美式的英语 我听了一下 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口音 是标准的那个美式英语进行朗读的 我这边先把它站进去 然后呢我在这边点击一下这边立即合成 然后呢我调出我的快捷键 这边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我这边显卡的一个工作复合 你看到他实际上是调用的我的一块显卡 因为我是两块1070的两块显卡 同时插在我的主板上面的 他并不能直接调用两块同时工作的 实际上是调用一块 那这个有1070这块显卡的话也是很老了 可能要有五六年前的一个显卡 比较老的显号了 你新的显号的显卡的话 速度可能会更快 OK好 然后我们看到这边已经他已经跑好了 然后这边文他已经出来了 我们点击一下这边的播放 我听他这边的那个阅读的话 就像真人一样的 我完全听不出他有任何的口音 有任何的感觉像是机器朗读的那种感觉 会非常完美 然后你接下来就可以把这个语音把它下载下来 点击一下这边的一个三个点 三个点的话就可以点击这边download 直接可以把这个语音下载到你的本地 比如你下载下来以后 你可以把这个语音的话插入到你的幻灯片 插入到你的那个剪辑的那个短片 那里面就可以直接去进行使用了 我觉得这是非常的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语音插入到你的PPT 插入到你的那个电影或者电视或者那个视频里面去 就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 OK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使用的一个过程 那怎么样去安装使用这个软件呢 我这边先刷新一下 如果那我现在把这边先把它关掉 那关掉了以后的话呢 我就再给下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样去安装使用这个软件 首先我们点击这边的latest version 这边的话点击这边latest 所以我们下载一个最新版 因为这个作者的话 他是不断的在更新这个应用的 更新这个应用的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话 是现在最新版的整合版是V0.89完整包下载 包含2.7个G的那个含模型 还有那个AI的那个模型呢 可以直接从这边进行下载 那下载途径呢有百度网盘 那百度网盘呢一般他是不是会员的话 他是限速的很慢很慢 所以如果你是会员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百度网盘下载 如果说你不是会员呢 123网盘的话我不知道 因为我也很少用123网盘 如果说他不限速的话 你可以用123网盘进行下载 我一般用的是这个hugging face link 这个的话它是不限速的 你可以挂上梯子 就是直接科学上网了以后 直接全速下载 用这个hugging face下载下载是非常快的 可能几分钟就下载完毕了 呃2.7个G 他不是也不是很大 OK那我这边的话是点击这边hugging face link 已经下载的 因为我已经下载好了 这里这里的话呢 我就不再给大家演示怎么样去下载了 那下载好了以后呢 是一个压缩包 是个7zip的压缩包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现在把这个呃应用关掉 这个是他的后台 我也关掉了OK 我现在已经全部关掉了 那打开这个呃我的文件夹 然后呢你看到这边就是我下载下来的chat tts-ui-0.85 就是说他现在是最新版是0点 啊 现在最新版的话是0.89 这个是我之前下载的 现在最新版已经变成0.89了 然后你点击这边下载 下载 下载好了以后啊 下载下好了以后 就是在你这边文件夹里面 就会有这样一个压缩文档 大概在2.7个G左右 然后呢我们只要鼠标右键 然后呢这边7zip 如果说你没有7zip的话 你需要安装一个解压缩的软件 叫7-zip 这样一个解压缩的软件 安装好了以后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解压缩一下 提取到这个文件夹0.85就可以了 提取一下就可以了 我这边已经提取出来了 那提取出来以后呢 你只要打开这个文件夹 chat-ui-0.85 进去以后 它是绿色版免安装的 不需要安装就可以直接运行的 非常的非常的好用 然后呢这里面有个关键的一个窍门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否则你没有办法正常运行这个软件的 在正常在运行这个人工智能 用文字转那个语音这个软件之前呢 你必须要关闭你的科学上网 要把你的梯子关掉或者vpn要把它关掉 你不关的话 你双击你是没有办法运行的 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 你要把它运行好了以后 你再来开你的梯子 你再来打开你的科学上网 你才能去用这个软件 你现在如果说已经开了科学上网 已经开了vpn 已经挂了梯子 那你要把你的梯子关掉 我先把这边 我的用的是v2ray 我把v2ray先把它关掉退出 好我现在已经退出了我的v2ray v2ray退出了 也就是科学上网已经退出了以后 然后再打开这个应用 双击这个应用把它打开 这样的话呢 你才能正常的运行这个软件 否则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去打开它的 它这边打开了以后 它会退出 你这边就是运行会失败的 这是这一点非常的关键 运行好 你看它现在已经启动了 启动 启动以后 它这边就会打开这样一个网页 这个网页就打开了 那你就可以在这个网页上面 进行一个操作了 然后呢 然后你再去打开你的梯子 在这个时候 然后你再可以打开你的v2ray 你的梯子以后 然后再去科学上网就可以了 这一点非常的关键 否则的话你会运行失败的 然后呢 你再去粘贴一下 你要的那个文本粘定进去 然后呢 我们这边 然后在你这边立即进行合成就可以了 合成好了以后 就下载到你的本地 非常非常的简单 这个也是傻瓜式的 不用安装 直接绿色版可以运行 然后呢 运行的时候这个窗口不要关掉 那你打开了以后呢 这个窗口你是不能关掉的 一旦关掉 它运行失败了 比如我这边我们看一下 现在的话 我把这边粘定进去了 那我选择音色 我选择333 选择女的 然后立即合成 点它一下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这边就会出现这边运行的一个进程 你不能关掉它 关掉它这边运行就失败了 然后呢 你看到这边的话 是有一个进度条的13% 14 15 16 17 18 到100%就完成了 我这边就会生成一个语音的一个文件 生成了文件以后 然后你就可以进行播放 然后或者一些下载 你看我这边花费了 这么一段时间 花费了那个啊 17秒钟 然后呢 音频的时长的话 生成的音频时长是36.45秒 是这样一个长度 然后呢 做小话这个不能关掉 关掉以后这个 这个这个网页就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 这一点非常的关键 OK 啊喜欢我的分享 不要忘了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